大家好 我是 Bill 那今天老實說準備這個主題 我其實是還蠻蠻擔心的 就是說會講不好 因為這個主題其實有點大 但是我覺得很適合現在 青年級生應該要知道的事情 那我這邊的取向呢 會分三個部分 就是互動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還有以及數據之類的互動 然後再到大媒體時代 我待會會介紹一下 我們未來會迎接的媒體時代是什麼 那九分鐘後分享 我是覺得真的可能不太夠 那如果可能會講不完 那我可能待會會跳著 有一些東西我可能會跳著不講了 那歡迎大家就私下跟我交流 然後我們一起就是指教一下這樣 然後我剛剛有一個人是想說 到底要怎麼把所有想要講的部分都講 都講出來 後來我發現很難 但是真是怎麼混在一起說就好 好那就試試看吧 那就是 因為我先介紹我個人 我是在溫哥華讀書 然後工作兩年 然後回來這個台灣 然後想創業就是創業 那現在正在創業 然後是Catspo的co-founder 好 我這個人其實比較瘋狂 但是講公司有幫我背書過 就OK 然後也是一個工作狂 那我負責的部分是商業發展 Inventor 然後整合同窗 Inventor 部分可以是像是開發一些商業模式 就是開發產品 那我覺得要開一種新的世代 所以這個Inventor的這個特色要很重要 那因為我自己 這個自己形式風格是滿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要在這個世代去證明跟上一個世代不太一樣的話 一定要有自己的風格 然後我喜歡就是用抽象的形式去創造出的意義 所以我剛剛介紹說我除了是創業之後 我也喜歡設計一些平面的東西 然後這是我做的就是作品 喜歡拍攝 然後還有朋友就是整個暗像 那我在設計這個作品當中 其實是有很多的情緒 很多的感受在裡面 那有時候很多抽象的東西 你很難解釋 你很難去表達 所以我就用圖像來表達 然後那時候我做 這個圖的時候 我是正在創業 剛開始在創業 然後想要尋求一個光明跟希望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對於一些事情的 比較偏向混沌的一些看法 然後我就是把它做成一些想法 然後把它表現出去 然後這是我最近做的攝影作品 那其實我是抽一圈 我是做商業的 但是我認為需要一些sense 需要一些感性的東西要結合進這個商業 商業我在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同時腦子也在思考 下一個規劃是怎麼走 我屬於這個公司的規劃要怎麼走 也是同時在思考的 那我覺得在做這個思考商業模式的時候 我覺得會把我在做平面設計的那些特色 把它融入進去 所以我做的第一個產品就是把一些品牌 獨特性把它融入進去 那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就一直在講說 什麼商業模式啊 什麼什麼一大堆 就是忘了忽略人的這個重要 我就是覺得說要表現這個品牌 跟獨特性是很重要的 就是很深入在這個感性的部分 那這是我們做的 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那樣子 然後就是我們把這個海報變成可以互動 然後甚至可以貼在這個部落格 然後也可以貼在這個粉絲專業 然後做進行購物的動作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剛開始做的時候 台灣是沒有的 都沒有 到現在應該也都沒有 那我就覺得說 應該要開創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不喜歡登坡 所以就做一些這種很奇怪的東西這樣子 那剛剛剛介紹的部分就是說 其實品牌很重要 你看藉由一張海報 就可以把你的這個店家的這個風格表現出來 品牌是很重要的 可是品牌除了重要之外 我覺得內容更為重要 那為了內容的部分 我待會晚一點回來介紹 然後媒體 現在的媒體真的不太不太OK 老實說 那可是下一波的 下一波的媒體到底在哪裡 那我們怎麼結合呢 如果開創新的商業 我是呢 我覺得要有一個元素 就是我剛剛講 剛剛介紹的 互動的元素 再結合下一波 可以 媒體可以整個ecosystem 就是媒體的ecosystem的平台 這個平台 它可能有一些概念 你看這個我們還在規劃 但是一定會有頻道的概念這樣子 然後再藉由大量雲端運算 我已經開始在跟一些做雲端運算的人 在在討論了 然後就是可以創造新的應用型態 跟商業模式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定位 如果你比那個 你拼那個傳統產業 很拼不過中國 可是你要拼科技 你拼不過日本 配過美國 那什麼東西是我們可以切入的 我們青年級生 適合我們青年級生 切入的東西 那我覺得今天 要想要跟大家交流一個概念 就是交集 很多東西都有交集 像你們常常會 最近會跟大家討論什麼 半折直樹 或是哪個牛肉麵很好吃 這就是交集 交集可以成功 那 那 有人舞台之後 創造需求價值 就是 你的交集有沒有 有沒有價值 半折直樹 到底給你什麼 要去探索它價值 所以這所有的東西 甚至焦點 今天在做的都是交集 所有都是交集的應用 那 什麼樣的形態可以創造交集 我覺得有三個區塊很重要 就是品牌內容 還有你知道它的價值在哪裡 那到底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下一個案例就是 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表現一下 這就是 這就是 這就是利用媒體的力量 有八十萬的人觀看 然後呢 這個 它也可以藉由它的品牌 它的品牌 還有內容 為什麼要戴這個眼鏡 為什麼要用這個化妝品 它告訴大家說 用我的化妝品 會很棒 很好 然後拍一部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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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個 那最近 最紅的案例就是說 在五天當中 創造了兩千八百萬次的 有兩 有瀏覽 然後有兩萬五千只的回憶 這個 魔歐綠牌力 我相信大家應該 最近應該都會有分享 然後呢 這個就是剛剛看過的 跟大家喝 我問一下 你喜歡現在的電視嗎 不喜歡 好 我要開始介紹一下 我的 我們的平台 我們在做的東西就是說 把所有好的影片 全部中和在一起 全部整理在一起 透過兩個指標 一個是like 一個是share 就是你按讚數跟你分享數 讓大家知道 好東西在哪裡 那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 影片類的焦點 謝謝焦 幫我 幫我說宣傳 感謝 然後發現好內容 是台創大時代的第一步 先發現好內容 你才可以塑造新的好內容 跟那個 剛剛我跟大家看的 那個Michelle的 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可是你要有內容 有品牌 有 有那個 呃 這是我們平台 那歡迎大家來 稍微來 觀看一下 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說 你可以把你的東西 放在裡面 然後這個就是 嗯 藉由這個 YouTube的 功能 我可以把很多東西 推薦給你 你看的東西 在YouTube上面 看的東西 全部可以推薦給你 然後就是 播放畫面 然後推薦 之後 你就可以留東西進來 你還有一個很強大的功能 就是說 你可以知道你朋友喜歡什麼 分享什麼 然後 這個舞台 正在增加我們 我們需要靠市的力量 如果韓國可以 撞到江南style 我們也可以 靠市的力量 數據品牌 內容 平台 增加 其實我們媒體的競爭力 那我們正在準備 準備中文版 對 國際版的已經OK了 那 中文的專區 跟他的 這個挖銷的中文版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